现在违背着,我看不到24小时核酸阴性 我见到有人数码进去,应该数码就能入到 像不像戒烟 两边有极少量,看到前面有街灯 我住在楼上有灯,就像这些 不难出来的,但快递那些可以订了,就在这里拿 就是这样 我进去,就出发了管控区的指尽拔出 Hello,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现在所在位置就是中山八地铁站 今天的影片,我会过来这里拍摄附近的实况 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疫情蔓延到各个区都是 所以,有很多地铁站都停了运作 基本上,2号线,一南一北 3号线,力教到广州塔,梅花村高增 全是5号线,有西村,西村都停了很久 然后9号线高增,高增都有 8号线,18号线是龙潭和磨碟沙 都是正常的 广佛线,力教到燕光 燕光因为在海珠区 还有APM,广州塔也是 正因如此,很多地铁站都停了 所以,在地铁站下面人特别少 这个中数已经是5点半了 如果往时,如果有些同学要放学 到这个中数就超级多人 非常多人 但现在,刚才大家都看到 地铁站里面,寥寥可数 好,我们上到路面了 这里就是以前广发客运站的 就是这个位置 我都跟大家说过了 我们今天会一直往东面走 走过去看看是什么情况 我记得上两个星期 我曾经来过一次直播 就在前面了 不知现在又变成什么样 我都看到有水马 连这些货车都走上来 如果往日平时很难 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进入半溪村里面的 现在违背着 我看不到24小时栓酸阴盛 这时候是怎样的 我看到有人数码进去 应该就是数码就能进去 至于对面 走进去那里 就可以去到南岸村 周满的方向 我看到全部都是红色水马 我不跟大家慢慢说 至于右边 这里是中国电讯 亦是如此 我还记得上次在这儿拍摄 被警察先生提醒我 不要再拍摄 就是这个位置 说说以往水舍不通的中山八路 大家都看到了 超级小车 也算不上 但确实比以往真的少了很多车 我看到这里是能进去的 进去就是去到南岸村的方向 或者叫南岸 很少人叫南岸村 应该要24小时陰性报告才能进去 我看到有人出出入入 好像去市场那样 原先我打算今早早出来拍摄 看看上班情况 谁不知 长雨越落越大 没办法 因为昨晚下雨 所以气温降了很多 现在的气温只有22摄氏度 至于路面 正如刚才所说 非常冷清 我们看看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好像是可以进去南岸 周满的方向 这个位置 很少 很塞车 现在好像是封住了 继续走 跟我们之前几集 去拍过关于疫情的影片一样 很多餐厅都可以正常开门 做外卖那种 它就不算了 足不足够高风险区 例如马达纳 继续买雪糕 那些小朋友 没有上学很久很久 我都已经忘记了多久了 大大说 差不多一个月都有 我记得早两个星期 讲前面 负力那里也是有病例的 过了这段时间 应该已经没事了 解封回来 低风险区 这路进去就是周满 好似解封回来 不如我过对面 整部单车进去 看看是什么样子 好 那么快 我们又进来了 原来是可以 踩共享单车的 我们进来这里看看 原来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看到 这些黄色水马 后边其实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它应该只不过是 放在这里 应该未切得走 至于进来这里 只要你掃了马 应该有24小时阴性白 就可以进得到泥了 刚才在门口那里看到 还有一个检验栓点 但人就真的不算太多 凭我记忆 好像这边病例也不是很多 而且进来路面的车况 其实比我想象中要多 因为这里一直踩出去 可以过到西村各种方向 四空八达的 我们踩到单车去前面看看 不过有个问题 现在雨势就越浪越大 今日的雨也是这样 近期的雨也是这样 再来 对 有观众奇怪 为什么有些用黄色水马 有些用红色水马 有些用红色水马 会不会红色水马 风险程度高一点 其实并不会 比如我们前面看到 红色水马 其实是一样的 中间开了个洞 水果档 可以正常购买东西 这边我就不过去了 那边人少一点 走在这边 走一走 踩踩踩踩踩踩踩 看看里面实况 如果以前我经常走一段 例如再来这边 东方街市 正常有开门 正常有街坊市民 买到送出回来 不过如果换着往市 在这里 我想都是那句 很难好似 可以好似我现在这样 自由淡定 在这边车 例如便利店 继续营业中 水马都仍然在 未搬走 电动车、汽车 各种都可以正常通行 得到 如果说到附近 比较紧张的地方 应该就是西村那边 好像还有病例 连地车站都未被开 西场、中白各种都已经开了 没有事 来到这里 越来越多 街坊市民 出来走 可能刚刚停了少少雨 他们打算出来买菜 但想不到这些天气是这样 一出来 又无无小雨 重新下过 在我左边就是图书馆 荔湾区图书馆 这些公众场所 应该都已经停了很久了 越来越大 我们从前边 往右转出去 大概情况 已经看过 如果我没有记错 之前 大概过几星期之前 网上出了一条 搞片 广州人真的很风趣 他们就用这里 作为一个赛道 做了一条影片 是关于广州的赛车 挺有趣 这里又发现一个检验核酸检 是的 现在我们每天早上 都要检验一次核酸检 今天晚了一点 平时很早就检验 可能因为下雨 我家附近的核酸检测店 迟了开工 想不到我也有机会 来看看这条赛道 我还记得之前 在泥湾路入口 拍摄过一集影片 而是全部封住了 现在就解封了 起码是一件好事 就轻轻一行关 这里就在这里 我们也会在海附近 整个回家离开 整个回家离开 这个回家 hopeless 就够先illa 已经走过了 对比上一次直播时过来 感觉上好像没那么紧张 贴水马就肯定在这里 但是路面上的人 确实比之前要多一点 当然也会有时间各种不同 因为现在这个钟数已经是五点钟 出来买菜市场肯定越来越多 起码地铁站也开 我们继续往前走 可能会回到陆庸路的方向看看 说这么快又来到荔湾路 刚才说过周满那里解封了 周满口已经解封了 但是据说陈家子在后面那里又封了 实情是否这样 由现在带大家过去看看 说说上两个星期 我曾来过一次荔湾路 当时客户了很多标准 准备风控 暂时看上去 继续是红色水马 不过应该是属于那种可以进入 它是叫小维桂 即是你掃了安全马就可以进入 因为看到对面 水河浦也有开门 长绿饼屋也有开门 再来在我们右边就是例子 例子是附近一个检验黄马的地方 现在看上去人地不是太多 大家应该可以看到 我们在这里转过去看看 里面又如何 全部都是红色水马 即是会不会有种情况 就是上星期 上两个星期 我们在这里看到它在射水马 会不会就是这个用途 好像这一堆 全部都封了 不过里面看到的离后幅 仍然有正常燃烈的 看看先 这里有写着 疫情防控需要 出入这个口 是需要24小时 核酸阴性报告 或者叫陆马的 但是它封住了 不知道在哪里入呢 可能在前面 前面有个保安局 开门在那里入的 这里是陈家子后边 哎呦 哈哈 不知道封到什么时候 封得多整齊 多齐整 嘿嘿 陈家子这个应该是出口来的 参观完陈家子就在那里出来了 现在又变成一个检验核酸的地方 大家排队在这儿 验核酸 这条龙都挺长的 其实有件事我一直都想说 这段时间我一直都有留意 那些确诊病例 我们先撇去海珠区 海珠区肯定是最多的 99.5% 我想不止 但是我实在真的很不明白 其实在荔湾区 老荔湾和方村一样 每天加上十例都没有 我真的不明白几个封城感 当然也有可能有一种说法 就是正正是因为封城感 所以病例才这么少 好 如果我没有记错 我在拍摄这段视频的当日报告 前一天的数字是有点点回落的 之前是差不多一万 现在是八千九百多 好像是 但是有个数字是比较可观的 就是只有39例是在社会面 或者可以称之为社区传播 所以露面来到这个位置 越来越多人 是一件好事 希望荔湾区能够快一点解封 因为没有他 一来我真的不想每天都在拍摄这些 我都想找个地方坐下慢慢吃 就算是一些网红店也好 哎呀 每天都是 我还很怀念 在对面和老婆排队 排队过几两个小时 去一间茶店喝茶那些日子 不知何时才回来 差不多到中山陆路了 我还记得上一次经过这里附近的时候 这里好像全部都是水马 围着只有巴士站可以有人 现在全部都解封了 好现象 好现象 不过对面仍然是水马 大家应该看见了 我们继续往前走 差不多到中山陆路了 这里应该是水马这个位 应该是 我应该足不出乎那种 他们在交接那些物资 这么大忙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确实这边是一个违离区域 是整个区域违离 应该是早两天的新闻 一路西华路全部封住了 就在里面 我在这里受到有境界线 是找不到那种 有个保安哥哥在这里 好像刚才周门那种 那种 老实说 差不多 几乎自出自入 即是你有24小时 大哥 现在个个都24小时 对吧 而且刚才到周门 大家都看到 虽然说是违离区域 但是很多店铺 卖水果店铺 全部都有开门 至于现在对面 我看到 我看到一两间店铺 也有开门 可能老实在里面 回不了家 不得而知 来远我们稍稍 里面真是全违离 有警察先生走过 是吧 有几个全副武装 防护人员坐在这里 你应该可以送些东西 即快递哥哥那些 又或者 如果你有亲戚在里面 可能欠点啤酒 只能是这样 旁边西门口广场 上星期我经过这里 都还未封锁到 我来到这里 看到一部24路车 我刚才问司机哥哥 原来白云区 已经出现了很重要的违离 很多地方地铁站都停了 24路车是会经过桂花缸 刚才我问他 司机哥哥说 已经去到月秀公园总站 不会继续再去的了 白云区还交代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带大家过去看看 真是无死尽入白云区 不过我都只是敢去 巨花江以北 走一点点 到时再讲 到时再讲 正前方西门口广场 这个方向过去就是光复北 我们会在这里过马路 过对面稍稍 进我就不进了 不过暂时看见 好像刚才周本 是可以进去 连数码都不用 不过他们这种 应该是跟周本不同 在这里已经有违闭区 就算你在这里过渡也没问题 但是就不能进去 就是在红色水马范围里 例如好像新门口广场 疫事如此 全部关系 我就当然不进去 不过刚才见到很多 那些法庭哥哥进去 这些人自出自入 管控区未经允许 与防疫防控工作 何关人员不能进入 但是很多人进入 自出自入 究竟不如我进去走两步 看看什么样子 有人出来渴斥我 我才走 前几天我就看到这幅图 整条路都封住了 我们现在站在中山七路 靠中山七路的口 一路围着西华路 人民路 康黄波路都封住了 那就对了 我们先进去 每个人都是这样进去 自出自入 不过老实说 两边都是水马 感觉上 今天这集影片 拍到这个时刻 似乎是最紧张的 为什么呢? 刚才走过周门 除了见到水马之外 其实跟平时没有什么样 人们走过市场 开门 但是来到这里 就真的什么店铺子都没有开 有几间店铺开门 叫光 便利店又关门 路上有环卫工人 水马 光復北路 通常有时候 我和老婆 如果去完西华路市场 天气也好 两个就会 拍拖走这条路 两个去中山六路 坐地铁酒 有时 这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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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扔进去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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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言之 唯一一个好消息 就是 里面那些人 应该可以自入活动 而不是被贴条 在门口封住那种 这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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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实一下 我刚才说的 是否真的 应该是 因为通常见到这种 就证实了它是 全为弊 就是 里面那些人 是不能出来的 但是快递那些 可以订定了 在这里拿 就是这样 我呢 进去就出来 回来 管控区的指进 拔出 这条路 和刚才 周满反差 真的非常非常大 两条都是平时 来到这个钟数 很热闹 很虚陷的路面 现在就变成这样 好 我们又回来 和西华路的交界 大家有一路留意 我影片都记得 好几集了 对面封 左边这里不封 到现在 我看到 两边都封了 废话少说 我们这一刻不走 因为如果全部都是封 走都没什么必要 我们继续往前走 来到这个区域 又看到 试试地 刚才周满那种 对面的店铺 鸭沫 面包店 一样正常有开 你扫了马 就可以进去 我会在这条路 一直往前走 看看过去光校 静围那边走 看看人能不能进去 如果能进去 就带大家过去看看 这个区域 来到这个区域 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种水马 老实说 它应该是没有空 撤走 真的没什么用 里面是自出自入 不过你就拦住了 比如说 我现在想去买药房 去药房 或者酒店 它上面就写着 酒店是正常形的 从前面进 很搞笑的 好 那我们又回来静围路了 这里反而 刚才我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看到有个人在守住 那会不会在这里 封控了 那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看到里面 有灯开 酒店也有开门 至于右边的地方 刚才 大家不知道看到 那些卖大杂派的店 正常是有营业的 不是 那个哥哥应该是 守住健安存华 刚才我们不是说 营商酒店 他这个口 进不了 就是那边的楼 有营业 有营业 营业到这里 对不对 可以进到 可以进到 说这么快 来到光效路了 看上去路面 就真的比以前冷清 这个很正常的 黑鬼懵懵 再来第二天又下雨 大家不知还记得 之前我们过来这里 我还记得 对面这些店 买菜 正常有营业 刚才我看到 有几个在伊亚 买完菜 就经过了 附近市场 已经停了 七七八八八 西华路又没有了 那就肯定来这里买 排了长龙 感觉上 这条路 虽然车较少 但是至少 餐厅可以正常开 没有水马 可能有 菩萨保佑 除了过来 看热闹之外 我过来 这里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前面 一间新开便利店 应该是有开门 过去看看 至于右边 就是上次 买灯笼的店 平时 其实是一个水果档 我们进来便利店 这些我们不看 其他两间便利店 也有 甜粉 水果是八折的 看看有没有有趣的东西 我买了两个食物 因为这条路太暗了 又下雨 我只能在这里试试它 总共用了21元3毛多的条素 很浮腾 我怎样计算不回 总之那条包是6.9元 这杯大概是18元左右 因为它里面 刚才大家看到 它是用那种新鲜的水果 冲冻了之后 硬的 我看过了 加一些椰奶 不停打 不停打 因为刚才在店里面 音乐太厉害了 拍了也没用 所以 就出来拍给大家看 老实说 味道是很怪 酸的 如果它不是现场加奶 我觉得好像 好像过了 变成了质的味道 不知道是不是下错味 我完全喝不到椰子味 可能因为 芒果酸的原因 可能芒果和椰子夹在一起 那种奇怪的感觉 是吃得出有果肉的 不过就算吃不出也好 都不要紧 因为我看见它真的整个果肉 很酸 还卡住了 咋不住 哇 算上星期我们喝冻岭茶 之前喝的 22元那杯奶茶 而且这杯 老实说 这杯是最难以接受的 当然 有可能 健康有益的东西就是这样 接下来 就到这个冰包了 刚才我问过修仁姐姐 我是否要马上吃 她说是 我说明里面有冰 不过从这个角度看上去 她和外面买的过半人鲜的面包 不 是一炆的 没有什么分别 我相信它里面应该是有冰的 或者叫雪糕 千辛万苦 我终于拿出来了 刚才我伸手指进去 一刀 这里穿了 真的很难拿出来 我尝试过撕开袋 还是撕不开的 最大的问题是 我自己 要在街上慢慢站在吃 没有糖吃 不过回来 刚才我和修仁姐姐姐说 如果不是因为疫情 怎会有机会吃得到 怎会有机会进去 排队 是要的 嗯 嗯 嗯 这边有一些奶油 就是这么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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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油的味道 正常 但是 我的舌头很差 不是 吃过最好吃的那种 不是 它是偏甜的 似的 似的 我们以前小时候 不是吃蛋糕的 生日蛋糕 那些生日蛋糕 不是还是很弱的 不是好像 应该叫奶油 就是那种感觉 有这么大个人 吃到整嘴都是 嗯 我慢慢吃 吃完再和大家慢慢走 慢慢来 对面这个吸引我 不过 这些没什么 没什么异的东西 再来 讲后面这个三夹 为什么会 因为左边这些店铺子 是可以开 做到 做到外卖 但是这个不行 实际是这样的 这些应该是会有 确诊病例去过 又或者那些工作人员 没有及时 检验一下孙 所以就惯了他 再来 今天终于被我等到他了 这档 走鬼牛杂终于有开 我快去吃完包 过去买串 牛肺吃一下 非常幸运地 今天有机会尝到这个 谢谢 这是辣椒醬 好 自己来 这是蒜蓉辣椒醬 好 谢谢 这是蒜蓉辣椒醬 很棒 自己加辣椒醬 在哪个位置呢 我就不说了 非常幸运地 经过这个附近 我们找到一些好东西 这个就是做了很久的 5元鸡碗仔翅 再来 这个又是附近 远近前面 这个牛杂 15元 这个15元 我的女儿来到 高兴了 没有味道蒸鸡 好 先试一下碗仔翅 杂料够多了 而且够稠 然后呢 醋 各种 辣酱 辣椒油 都有加的 嗯 好浓味 先试一下碗仔翅 先试一下牛杂 里面很多杂料都有 这个应该是牛绑来的 这个呢 就是我最喜欢的牛肠 嗯 下面呢 就是一些 嗯 一些萝卜 我轻轻加了少少辣椒醬 嗯 吃牛杂呢 要这样才好吃 嗯 嗯 Hello Hello 我们又吃饱饱了 大家看上去觉得怎么样 最有意外惊喜是碗仔翅 原先呢 我是原来想着吃的 我以为那一档是牛杂 走过去才 碗仔翅 那我付钱吧 付完钱之后 坐下原来有牛杂 其实严格来说 如果我先见到牛杂 我是不会要碗仔翅 但我原来也有意外惊喜 它的味道很符合的 它不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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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 酸酸的 因为有落草 又有少少辣 因为又有胡椒粉 又有芝麻香味 里面的料又够多 真的不错 我记得以前 它们应该是在中陆电脑城旁 那里做的 我当时吃过一次 但可能那时候 不太喜欢牛仔翅 这个不说了 至于牛杂 可能它放肺比较少 好吃的 它的硬骨部分 我不懂形容的部分是什么 脆的 如果换了以前 我是吃不到的 硬吃什么 现在可以吃到的 真的好吃的 那些调味各种都很好 而且是没有味精的 吃得出 有味精是吃得出的 没有味精也是吃得出的 它是没有的 确实不错 这个不知道算不算是 疫情之下唯一一个好消息 如果不是因为疫情 水事不通 排队买不了 你不要坐下慢慢拍 买你也买不了 包括甚至乎连这个 不过好老实说 这个 我愿意相信 他们是做的 那个姐姐 落错了尾 不应该是这样的 你想想 很奇怪的味道 废话烧光 天都黑了 今集影片到这里为止 要订阅大家下集见 拜拜